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他们就懂了 就还OK 他还不懂啊 他也不会拿钱结这样子不好啦 会影响到后面排队人的口袋 疑似就是业者担心 有人靠着小孩排队购买 影响别人权益 有的妈妈说小孩还没自主 能力不买卖很合理 但也有人取反对意见 这规定很瞎 因为很多都是妈妈爸爸带小朋友来 然后他们背得很辛苦 可是走到前面的时候 才看到说140公分 然后其实他们就是 这几天下来都跟别人争吵 越是接近中秋难买程度 越是接近攀升 有不少代购业者靠着排队赚加差 代购业者计算一盒加价100元贩售 一天可以排四五十盒 也就大约能赚五千块 我已经排九天了 可是后来我比较聪明 我就是拜托中间的 因为很多人不到六颗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买 然后就一样给对方赚钱 然后我就少赚一点就一起这样 还有人脑筋动得快 拜托其他顾客帮忙买对分利润 昏远饱满的蛋黄书 绵密口感落货桃壳味蕾 也意外让排队名店创造代购商机 夏令选陈正宗杜树珊彰华报导